诡计之神洛基那些挨打鸣场面 场面一 在复仇者联盟一 当洛基通过宇宙魔方打开时空隧道 让整个其塔瑞大军入侵地球时 自信满满的洛基徒手接了银眼一剑之后却被炸飞 然后被绿巨人撞飞 之后洛基愤怒地表示 自己是个神 然而下一秒却被绿巨人一顿输出 最后绿巨人还嘲讽 唱面二 在电影雷神二 雷神跟洛基准备带着女友简弗斯特 去找黑暗精灵网马尔奇斯 驱逐捡身体里的以太粒子时 当剑一剑到肉机 唱面三 在电影雷神三 雷神和班纳博士还有女武神三人 在商量着如何离开萨卡星球 洛基突然发表意见 唱面四 在副仇者联盟四 洛基拿到了穿越回到过去的 钢铁侠掉落的宇宙魔方 并打开了空间通道逃走 然而逃走的洛基却遇到了 前来抓捕他的时间管理局人 可是洛基并不服从打算反措施 僧如在远方的车上 远价值观看 联盟大气 有些痛苦的痛苦